來吧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夢想街五十七號 我是李冠儀 各家車廠的電動車 一台一台的出 那之前我們在節目中 也帶大家看過了一般品牌 還有豪華品牌 各式各樣 還有各種不同風格的電動車 今天我們就帶大家來看 最頂的 最貴的 以及最奢華的電動車 都在今晚的夢想街五十七號 但我們講到台灣電動車的天花板 當然要講到我身旁的這一台 羅哥帶我們來看看 我們要把這一尊女神 給請出來了 是吧 對 這應該是我們攝影棚 有史以來這個 最有價值的一部車了 是 超過兩千五百萬是吧 因為這台Rose Royce的Spectra 就是他們的第一台純電車 所以其實他們早在一九零零年 當時的創始人Rose先生 他就曾經就認為說 其實電動車很可能是 未來的趨勢 因為它有 太多太多的特色 是引擎車做不到的 果然一百年之後 一百二十年之後 你看 這台車Rose Royce 終於出現了 這部 那我們看到 既然是講這個Rose Royce 它最有特色的設計元素是什麼 神廟式的水箱護罩 對 這POT跟神廟的水箱護罩 這一台也是所有設計裡面 最寬的一台 真的啊 對 所以 但是它這次 為了要降低風阻系數 所以它很多的細節 都做得相當的圓潤化 然後細節設計得非常好看 所以這個部分的元素 大家還是一看就知道 對 除了有歡慶女神之外 這個神廟式水箱護罩 對 以及Double R的這個廠灰 對 然後它的車頭燈呢 也是日行燈跟頭燈是分開的 好 所以這個造型 這個是非常有 Phantom那種Coupe 雙門跑車的 對 而且有多了一分 這個前衛的感覺 非常前衛 科技感的感覺 那你的整個車身比例上面 你也會發現 這個一定是 你看長車頭 好長的車頭 對啊 然後這台車整體的車長 是五米四級 而且你看它軸距 長達三二一零mm 三二一零 頭很暈 對 不過它有後輪轉向輔助 對 而且它有五度的後輪轉向輔助 對於這種大車來說 對 就很重要 所以它的迴轉直徑 還是可以控制在十二米多一點 所以還是OK啦 對 難怪 其實開起來是靈活的 而且它這個純電車 所以你就知道它的馬力 五百八十五匹 重點是扭力 是九百牛頓米 天啊 九百牛頓米 所以這台車車重將近三噸 兩千九百多公斤 但是它零一百加速 四點五秒 好厲害 還是快的 很厲害 所以老師還是不出手則移 一出手就一名驚人 對 那雖然我們都知道 老師還是很貴 到底有多貴 它的基本價就要 兩千兩百六十八萬 但是你在台灣買 你必須要裝台灣的 專屬配備 對 專屬配備有哪些呢 就譬如說這個 它的座椅 就是台灣的設計等等 專屬的有一些設計 總之都是非常豪華的東西 那但是這一台車 又比那個專屬的豪華 更豪華 譬如說它又有加這個 特殊的皮椅的剪裁 顏色 還有那個頭枕 然後還有這個前雙座的電動 加熱座椅 再加上 我們看到的 這邊都有一條這個 有沒有 對 這個要選配喔 聽說是師傅 就是老師傅 他的用手工化 手工化的 你看 好不容易 這真的是太厲害了 然後再升級成 這個二十三吋的輪圈 所以這一台的價格 是兩千八百萬左右 天啊 兩千八百萬 可是買到的 真的是不一樣 當然啊 除了算是車中之王的 老斯萊斯之外對不對 那也是台灣電動車的 電動車 天花板 對不對 然後包括連這個門 你看 它的開啟的方式 雖然它是雙門嘛對不對 開啟的方式 它是前開 經典 經典的 對不對 而且你看沒有B柱 無B柱 對不對 對 那它這個門 當開啟之後 當然也會有一些輔助 你如果坐在駕駛座裡面的話 因為這個門這麼的大 你要怎麼把它關起來呢 這麼遠 然後如果你要是這樣 下車這樣關 就有點浪漫 你根本浪不到 對 那至於怎麼讓它自動關上門 等一下請挨大甲 好 賣個關子 先賣個關子 對 那但是如果開門的話 你如果在外面 你想要讓它關好 其實你就可以長摸 長摸著那個觸點 這個點 它其實它就會自動關 你就不用用甩的耶 對 這個車用甩 老師還是是優雅 什麼玩笑對不對 這怎麼行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整個 從側面這樣子看有沒有 這個其實他們的 它好水瓶喔 對 而且他們的整體的設計的線條 其實是豪華遊艇的概念 感覺得出來 對不對 你看它的這個車窗 面積是這個樣子 比較窄 然後下面整個板件 是這麼這麼的長 對 這個比例你看 對 就是很流線 對 你去看豪華流線的那種船 你看 它的船體是很大 但是它上面的座艙 其實比例 比例上面 其實只有這樣子的味道 然後後面這邊是西柱這樣延伸下來 一種很大型的 錐形的設計 然後 對 然後這個整個車尾 是這樣尾收起來 收起來 這個又是更像那個 那個油體的車尾 對 然後這個尾燈也很特別 一般來講我們看到 老師的尾燈 它基本上都是跟車體是平和 平接的 是 沒錯 那這一次它把它做得滿立體的 所以它就會感覺 反而比較扑面 對 就是立體感比較多一點 而且很有趣 它的外面的殼是完全沒有顏色 包含這個燈條 如果你沒有亮這個尾燈的話 它其實是沒有顏色 而且是透明的 它比較細節之導 對 細節之導 這個就是如果你車主 你想要選一些顏色的話 如果這個燈殼 本身就已經有顏色的話 也許顏色會不太協調 像一般我們看到 很多人的尾燈的車殼 是可能不太熏黑 要不然就是紅色 可是如果我選了一台 可能全黑 或者是例如像現場 我們看到的這個顏色 對 那你又給它紅紅的 怪怪的 所以老師還是很堅持 這樣子的色彩的美學 對 而且其實車主 也可以定製它的色彩 它喜歡的顏色 對 因為它客製化的 就是客製化的程度很高 對 沒有錯 所以這整體來講 基本上你也不敢 也不知道怎麼去挑剔這部車了 因為它基本上就已經是 天花板 對 那當然它續航里程 也是有到五百二十公里 所以這個問題也不大 而且他們在開發這部車的時候 總共測試過程 行駛了兩百五十萬公里 所以你就知道 勞斯萊斯對於這個東西的要求 對 要集中的要求 相當於每一台勞斯萊斯 開四百年的 這樣子的總行駛里程 所以知道他們 對這個車的要求 非常非常嚴苛 而且不管是在極地氣候 沙漠氣候 他們都是要進行測試 做了這麼長的測試 把這個做到盡善盡美 他們才喪失 你看這多厲害 對 即使它是坐電動車 它也要更加得比油車還要 就是更多細節的一些測試 對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它行李箱 打開車 你們看到 觀眾朋友 你們看到這個 這是我見過 目前進到我們棚內最深的 後行李箱耶 超深的後行李箱 畢竟這個車子五米四的車長 它後座 它其實是二加二而已 所以它其實在這個行李箱空間 你看這個豪華人士要出遊 對不對 這個行李是絕對很多的 是 對吧 對 對 我沒想到 樓哥我把你整個塞進去都可以 可以 沒關係 但是我逃得出來 因為這裡有一個 它有一個 逃脫的一個拉桿 對 真的 這個深度真的 真的很容易被 很容易塞進去 對 然後這底下打開 你看吸鐵 吸住 雌性的把它吸住 這個細節 你看看 讓人覺得很感動 那這底下你看純電車 這底下當然有一個 而且它好深喔 對 好深喔 好大的一個置物空間 對不對 而且你看這個質感 我的天啊 甚至於你看它都沒有聲音 你看 對啊 你這樣吸上去 對啊 跟你放下來 這個 都 這個小細節 這個質感 這個細節真是太神奇了 有錢人的世界 對啊 所以 兩千八百萬 對 的確啊 因為台灣電動車的天花板 也不是隨便叫的是不是 好 看到了外觀這麼的霸氣 而且還保留了 勞塞斯該有的經典之外呢 車內的步驟到底如何呢 艾大 這怪於剛剛羅哥 帶你看完的這個Spectre的 整個外觀 你會發覺它的這個氣勢 真的是相當的汗色人心 那當然因為除了它車身尺碼 真的是龐大 五米四的車廂 其實我們難得站在車子的左右兩側 距離是如此的遙遠 那以Spectre來說呢 它台灣這個基礎車型的一個售價 是兩千兩百六十八萬元 不過兩千兩百六十八萬元 你是買不到的 因為呢 它必須要再加上這個台灣專屬 套件兩百多萬元 所以一部車的空車價錢 大概已經貼近到兩千五百萬元 不過我想價錢 對於勞斯萊斯的車主來說 其實大概不是什麼一件難事 我覺得看過這個車之後 你會發覺勞斯萊斯的車主 的樂趣在於 打造屬於他自己專屬的那一台車 因為你所設計的車子 跟我所設計的車子 是絕對不會一樣的 那麼很多人就會好奇 兩千兩百多萬的基礎售價之外 加上的那個台灣專屬套件 到底加了什麼東西兩百多萬 除了羅哥剛剛講的這個 前面的這個神廟室的水柵之外 它裡面是有燈的 那你從正面看 左邊看 右邊看 其實呈現出來的光影 其實是不盡相同的 這一點是非常特別 那另外呢 大致上都在車內 關於我們打開車門吧 你看看勞斯萊斯的車門打開 是一個非常強烈的 震撼的感受 那從這個角度上 你可以看到車室內的空間 是一個完整的四座的設計 非常非常的寬敞 尤其這個椅子啊 你看它有幾種顏色 好幾種對不對 而這每一種顏色呢 現在我們看到的是 所謂台灣專屬套件的這個設計 加上一些選配 所打造出來 這樣的一個座椅的這個配色 以及這個造型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 你自己所喜歡的 那我們先靠近車子裡面 看一下好了 那個台灣專屬套件 包含了它頭枕的這個刺繡 包含了冠儀你看到沒有 這個雙對比色的一個車縫線 它在上半截下半截跟中間 其實有三個皮質的顏色 那加上對比色的車縫線 那你會發覺呢 在這座椅的兩側 還有這個所謂深藍色 這個滾邊的一個配件 這個滾邊呢 其實是要在另外加選的 那而且這個滾邊非常的特別 除了這個座椅的兩側 有滾邊之外呢 其實門板上也有滾邊 中央的扶手上有滾邊 甚至像後座的椅背的兩側 採用瀑布式的一個設計 也是有這個 深藍色的這個滾邊的設計 所以我覺得就是 在訂製車輛的 那個當下的喜悅 跟你決定你的車要 是什麼樣的規格配備 你的車要有什麼 與眾不同的地方 到你看到 你所訂製的這個產品 就好像你自己 親手打造出來一般 那種喜悅是初次 是新車 勞斯萊斯車主 才能夠擁有的 因為如果你買的是 第二次的車子 那別人選什麼就什麼 沒得商量嘛 那麼接下來呢 冠儀我們來上車 來看一下這部車子 冠儀那我們坐上車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覺 上車的時候 這個車門檻的這一塊飾板 中間有一個 Spectre的這個發光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 迎冰燈的概念 而這一個車門飾板呢 也是屬於台灣專屬套件的 其中一個選項 當然我們現在 坐在這兩張座椅上面 除了剛剛講的 這個頭枕的一個 這個刺繡啦 還有對比色的車縫線啦 那其實整個座椅的顏色啦 包含了它的這個皮革啦 是連鑰匙的背部 冠儀你看 哇 跟這個 這個米黃色的其實是一樣的 全部都是屬於呢 客製化一個打造的選擇喔 那另外這兩張前座的座椅啊 也有通風以及按摩的功能 那再加上羅哥剛剛講的一個 客製化的一個高階的音響 這就是大概屬於這個 兩百二十四點六萬元的 台灣專屬套件裡面的部分啊 那其他像剛剛我講的 一些延伸套件啊 那都是另外再選配的 來到車內呢 觀眾朋友們一定會很想問 欸 老師來是一定要有什麼 星空頂篷對不對 一定要星光頂篷 老師來是的星空頂篷 怪儀抬頭看一下 如果你約了你星儀的對象出門啊 看到這個夜景 然後看到流星的時候呢 是不是可以增加兩個人的一個 這個情感的升溫對不對 車內就可以看到流星喔 其實它的這個星空頂篷上面呢 星光頂篷就有這個流星的一個功能了 那其實在Spectre車上面呢 怪儀我們再看一下它的門板 車門板上面 包含它的門板上 也是首個搭載這個 星光門板的一個這個車型啊 那這個車門板上面 包含前座以及後座的兩側的門板 總共有將近五千顆的星星 在這個上面 你被滿滿一整片的星空給包圍 是 被星空所包圍啦 好棒 那當然你不喜歡星光門板的話 你也可以選擇這個木紋的飾板 其實它在選項的狀態之下 你看到沒有 它的儀表台的上方下方 其實顏色是不一樣的 而且它的上方還分為第一層 第二層 對 你有沒有發覺 有雙層 上方就已經是一個雙色的皮革的設計了 甚至連方向盤的皮革的顏色啊 都是另外經過去選配的喔 這點是很特別 那還有我個人非常喜歡的就是 這個冷氣出風口的起壁啊 它是採用很傳統式的這種 推拉式的拉桿喔 這種很有開啟冷氣時候的一個 儀式感的一個這種動作 就是跟你按那種按鍵 觸控按鍵是感覺完全不一樣的 你不會想要很粗魯的去按它 你一定是很優雅的 去推動這支拉桿 我現在關閉冷氣出貨 我現在打開冷氣出貨 你坐在這裡面 不自覺的就自然而然的感覺 自己好像變得更加的紳士一般啦 另外冠儀你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勞斯萊斯冷氣也是非常的獨特 一般我們都講說 它有什麼幾個區的恆溫空調 其實勞斯萊斯並沒有真正所謂的 恆溫空調的一個概念 因為光是這個冷氣的出風 你看到沒有 它其實並沒有所謂的Auto 它只有這個風量強弱 總共分為六段式的設計 對 什麼Salt Medium Pi跟Max 所以你想要吹多大的風量 就決定權在你自己身上 在你身上 在我身上 甚至你看它這個冷氣出風 你看看有沒有 它左右兩側各有 紅藍的這個溫度調控的選擇 它並不希望車主 被這個恆溫空調的溫度給制約了 OK 所以呢 所有你想要吹什麼樣的 這個出風的溫度的感受 完全由你自己的體感來決定 也就是說 這部車生來是為車主而服務 這個思維我喜歡 我覺得這點非常的棒 因為有時候我們是看到那個數字 然後就以為自己的體感 其實是比較涼 但實際上不見得是這樣 你就很下意識想要說 我一定要設定幾度感覺 才會比較舒服 對 其實並不然 舒服的感覺是我們自己覺得 我想要怎樣舒服 我就叫這台車熱一點 冷一點 那當然這前面呢 你看到沒有 這樣看起來像是 它有分上跟下 有四個溫度控制對不對 它不是前後 它是上下的部分 也就是說我們兩個人坐在前座 可以決定我們兩個人的 上半截的出風的溫度 跟下半截的出風溫度 所以它對於車主服務的這個 服飾的這個機能是非常的強悍的 它細節做得很好 沒錯 那如果再加上後面兩座的 這一個獨立的溫度控制 跟這個風量的選擇的話 嚴格來說你硬要分 它有幾個溫度選項 嚴格來說這個 然後斯萊斯的Spector可以有 等於是六區的一個 這個溫度的控制 這一點很特別啦 嗯嗯嗯 我覺得這個邏輯概念 其實是對的 就像我在車上 我就會一直像我兒子就跟我說好熱 想要把風開大一點 我說我已經按了Auto 就這樣自動去選擇吧 其實我就被那個Auto給制約了 其實應該車子是來服務我 對不對 我兒子想要吹多一點風 我就應該讓它自己去轉多一點風 對 讓它自己去感受 是 這一點我覺得 然後斯萊斯的這個車輛 在服務車主的這一個尊榮感受 真的是沒有辦法跟一般的車子 來去做這個相對應的這一種探討 那另外呢 還有一點我覺得很特別的地方 現在有什麼車沒有ACC的嗎 很少喔 對 對不對 在Spector車上它是要選配的 OK 其實因為我覺得 起碼它有可以選 我覺得很有道理 因為多數的勞斯萊斯 可能是有這個Driver 你請了Driver 你應該也不需要ACC 你反而應該讓它更聚精會神的 專注在駕駛這件事情上面 而勞斯萊斯其實我們知道 它平均車主的用車的里程 每年都是非常低 只有數千公里而已 而且它也沒有所謂的 開長途這種所謂的 減低駕駛疲勞 因為可能超過一定的里程的話 那它就不開車 要坐飛機就好了 坐它的私人飛機就走了就好了 所以呢 在這一部車上面 當然你想要選擇所謂的 ACC的主動車區領航系統 這種智慧型的設計也可以 不然的話呢 其實我覺得還是那個邏輯 方向盤操之在你手 是你來操作掌控這一台車子 因為當你到了這個身分地位 你開車的時候 車子是聽命於你的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而且你已經開到勞斯萊斯了 是 沒錯 而且艾達 你看好像這樣子的一台車 它算是屬於駕駛者導向的 應該不算是後座買車嘛 是 沒錯 那麼既然是前面駕駛者導向 你是不是幫我們開開看 我當然要帶 當然要帶各位觀眾朋友們 出去開開看 不過我覺得 在我們看這台車內裝 很少 我們都不去看什麼數位儀表對不對 從來沒有講到它 一般我們都會講什麼十二點三吋 對 什麼十二點三吋 不過呢 這部車的這個語音的歡迎畫面 冠儀請你看一下中央螢幕 我按一下這個語音控制 你看到沒有 出現歡慶女神 她等一下問我要幹嘛 那我先把它關掉 所以你看 我叫她出來 她就出來 我叫她回去 她就回去 這就是勞斯萊斯車主 所擁有的尊榮感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要去試車 那我就先幫你關上這個門 其實我在這個地方呢 控用按鍵可以自動的幫你關門 當然駕駛也可以利用按鍵來關門 或是像我一樣 踩下煞車踏板 車門就自動關閉了 哇 好棒喔 那我們就請愛戴 帶著觀眾朋友去試車囉 其實早在1900年的時候 勞斯萊斯的創始人查爾斯勞斯 就已經說了 電動車絕對是未來汽車的發展方向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其實他在當時 體驗了一台車名叫做 哥倫比亞的電動車 他就說哇賽 電動車如果在基礎設施 充足的狀況之下 絕對是最適合替代燃油車的一個動力來源 因為他完全沒有任何的噪音 而且行駛起來非常的舒適 當然當時的科技 對於燃油引擎的一些震動 一些噪音 一些廢氣的排放的管理 並沒有現在這麼樣的良好 所以那個時候的反差 是非常非常大的 不過我覺得這個查爾斯勞斯 說的是對的 因為終於在今天勞斯萊斯 也終於推出了他們的純電車款 SPECTR 而這波車在開發的過程中 可以說是相當的嚴苛 因為你知道嗎 它的總測試里程 已經超過250萬公里 各位你要知道 一部勞斯萊斯 平均的行駛里程 每年大概都不會超過5000公里 所以這250萬公里的里程 等於你的勞斯萊斯 已經行駛了400多年 當然勞斯萊斯的SPECTR 我認為它是一個全新 而且獨一無二的一個車種 因為作為超豪華電動 超級轎跑車來說 這個領域是前所未有的 前無古人 後無來者 其實我在登上這台車駕駛座之前 已經裡裡外外的端詳許久 因為這部車真的是太美了 美得不僅僅它是一台勞斯萊斯 而是它所有呈現給車主所看到的那一面 都是最高端 最精緻 最頂級的設計 因為勞斯萊斯的設計師們 不僅僅在汽車這個領域上鑽研 同時他們也會在勞斯萊斯車族 所喜愛的其他領域之中 獲取靈感的來源 包含高級的時裝 現代主義的雕塑 甚至是航海設計 以及高級定制的剪裁服裝 甚至是當代藝術等等 所以可以打造這麼一台 頂流生活你最需要的那台車 其實勞斯萊斯整個底盤平台 已經來到3.0的階段了 從早期的FENTEN架構 可以稱之為1.0的世代 那麼近年來 大家熟知的庫里南以及Ghost 可以稱之為勞斯萊斯2.0的一個平台 時至今日 勞斯萊斯再藉由這個2.0的平台 衍生出純電驅動的架構 也就是我們今天駕駛的 勞斯萊斯Spectre的底盤 這也正印證的 勞斯萊斯3.0底盤平台 以及全新純電時代的開始 這個全體架構的底盤平台 其實它透過了非常多精密的鋁擠 形材 把電池集成放在整個空間的框架當中 所以Spectre會比過往其他款的勞斯萊斯 車身剛性還要再提高30% 事實上我們駕駛這台車 非常的寧靜 非常的舒適 而整個車輛底板的通道 也在這一個結構的框架之中 電池是安裝在車室的地板下方 所以我們在車室內一樣可以擁有一個 非常流暢完美的空間 這麼一來呢 你也可以擁有比較低的座椅設定的位置 當然我們現在坐在這座椅之中 就能夠感受到包覆感極強的座倉體驗 而這樣子的設計呢 加上電池僅僅只增加了700公斤 所以這個勞斯萊斯的工程師 可以說是相當的厲害 而這樣子的框架以及電池呢 剛好就成為了一個非常棒的隔音材質 所以在這台車裡面 你可以享受到非常寧靜的一個移動體驗 當然駕駛Spectre是非常舒適的一個體驗 因為全新的磨坦平面懸吊系統 將多個系統整體的整合協調 用了最新的一個軟體科技 對駕駛者來去控制車輛的 不管是油門煞車以及方向盤的這個動作 來去做計算 甚至對於預測路面前方的一個狀況 做出精準的回饋反應動作 再加上Spectre中央電腦控制器 是屬於非常高階的晶片 擁有高速的處理能力 所以全新的平面懸吊系統 連接了防晴桿 四個車輪的懸吊都可以獨立運作 因此可以避免車輛 因為路面的起伏造成的顛簸 也讓駕駛人以及乘客 可以減少因為路面品質不良 所感受到的這種高頻震動 而車子本身會偵測前方的路況 以及駕駛人的動作來去做準備 因為當系統偵測到我們即將要轉彎的時候 整個平面懸吊系統會將訊號傳到中央處理器 使整個懸吊變硬 怪不得我感受到這部車在平路行駛的時候 非常的舒服 在轉彎的時候支撐力也相當的足夠 因為中央處理器已經知道前面要轉彎 而我也準備要轉彎了 所以即便駕駛這部車長來到5米4的Spectre 也是非常的輕鬆自在 OK 最後來跟各位觀眾朋友分享這部車的動力 其實這部車是配置的前後雙馬達 以前則來說有285匹的最大馬力 後軸則達到了490匹的最大馬力 所以它的縱效馬力也來到了585匹 而峰值的扭力更高達900牛頓米 900牛頓米就是91.8公斤米的概念 是相當驚人的一個動力輸出 所以Spectre從靜止加速到時速100 也只需要4.5秒 真的在紅綠燈起步想要重踩個電門 你也可以感受到電動馬達帶來的強勁扭力 而續航里程的部分以WLTP的計測方式來說 它可以達到520公里 但是說實在這個續航里程 對於勞斯萊斯的車主一點都不重要 因為通常勞斯萊斯的車主 並不會想把他的車子開得這麼遠 如果要去到超過200公里遠離外的地方 他就搭他的私人飛機去就好啦 而作為超豪華電動轎跑車 每一個座位都是最棒的RR體驗 Factor在台灣基本售價是2492.6萬元 這個部分包含了224.6萬元的台灣專屬套件 不過我想勞斯萊斯的車主在意的是 我怎麼樣把這部車打造成 專屬我自己獨一無二的一個車輛 在電動車世代來臨之後 電動馬達其實只是動力來源的 其中一個選項 而且它對於勞斯萊斯而言 只有更加的舒適更加的寧靜 而身為勞斯萊斯車主的你 我覺得應該回到1900年代 跟查爾斯老實說一聲 你在今天替他實現的 電動車是未來的預言 那看完了這個電動車的天花瓣 接下來看如果你喜歡電動的SUV的話 另外一台電動SUV的天花瓣 就是他啦 對 這個賓斯特麥巴赫的 EQS680SUV 好長的車名 他有多貴 其實它的起跳價是970萬 那我們現場這一台 它選了蠻多 選了300多萬 接近最後成了 實際的價格超過1200萬 所以它選了很多 但事實上 我先講大家看到第一眼 看到這車的配色 不管是外觀的雙色設計 或是內裝純白 因為覺得好像很雞花對不對 那這台車之所以那麼貴 第一個它選了 所謂970的這個套件 整個套件就要超過112萬 那它的套件是包含什麼 OK 如果你沒有選這個套件的話 如果你今天車子也是黑色 那你很多地方 比如選項護照 這個裡面的池炸的這個設計 然後這個氣壩兩邊這個線條 包含車身還有車尾 很多原本金屬的地方 像看到的是 因為選擇這個NICE US 變成所謂 黑化 太黑色的感覺 太黑色 對 它有點太黑色 它不是純黑喔 那如果是標準版的話 變成是鍍鉻的 連窗框整個都鍍鉻的 所以其實 你說它現在的虛花嗎 我倒覺得 如果你是標準版的 這個EQS680 X5 才比較虛花 對 因為你看 原本是黑色車子 原本是你看很沉穩 很穩重的 但你變很多的鍍鉻的造型 在上面 包含鋁圈 也變成整個大餅式的鍍鉻 OK 所以我倒覺得 如果你說原本選擇 一般的NICE US的話 它變得本來是低調的 因為連車內原本的配色 都應該是全黑的 所以你看它整個內裝 從內到來都是黑化設計 那這東西 這就也比較年輕化 對 沒錯 對 因為很多買巴赫的 有些人是比較年輕的老闆 對 有些人就是比較喜歡 像我的朋友 我就之前講 他就愛鍍鉻 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說好吧 那每個人喜好不同 對 那我覺得 全黑卷的比較 也是現在流行一個設計 然後可是細節又充滿滿滿的 所以剛剛講 很多飾調 就變成所謂的 太黑的色澤之外 你看一下 它裡面的護蓋 它是滿滿的雙M的那個LOGO 廠灰的設計 對 所以好啦 我可能是一般老闆性的 我剛剛想 我剛剛一看到 我會覺得這好難洗 但事實上 這應該不是它的重點 是想強 因為老闆會自己洗 對 它不是它的重點 而是覺得 它可以強調一些滿滿細節 包含這個元素在 鋁圈上面 不是 連車燈上面也有 對 沒錯 這是專屬的 所以都是EQS的SUV 但是燈具包含後面尾燈 也都是會變成 麥巴赫原本專屬的 然後剛剛提了 旅圈也是 你看 天啊 它這個 這一樣滿滿的這個 雙M的這個LOGO在上面 對 小鐘 你覺得你有看到什麼嗎 我有看到什麼嗎 對 我有看到滿滿的錢嗎 對 滿滿的新台幣有沒有 對 全播在這上面 這不是你要選就選得到的 一定要選NICE 你要花一百一十二萬 選這個Package 這個套件 害我有點想要 就是算一下車上 到底有多少個 這個Double M的 那麼高 你慢慢算 你慢慢走 真的多到頭好暈喔 可是我覺得 原來這個東西是 細節好吧 也許是新台幣堆疊出來 但是它其實 並沒有我們視覺上面 看到那麼喜歡 是充滿滿滿的細節 對 而且是低調的奢華 甚至這邊 B柱上面 真的 這個LOGO 真的無所不在耶 對 所以我覺得這東西 也許因為今天這台車色 是後來再選雙色 這個也很貴 大概再花一百一十萬 你選雙色耶 這個雙色要花一百一十萬 你原本NICE RACE 就是你 就是黑色 你從外道內 全部黑到底 可是我今天 我要NICE RACE 這些特殊的設計之外 我還想要再凸顯 所謂的專屬的感覺 我想要去黑 雙色設計 像今天這台車 上面這個所謂 沙漠灰的配色 那這個設計 你要再花一百一十萬 就選配 可是在買麥巴赫的 消費者來說的話 根本錢不是重點 而且我發現 很多麥巴赫跑在路上的 幾乎都是雙色 沒錯 才能凸顯出它的身分 你摸摸看 怎麼了 你摸一下 認真摸一下 它不是貼的 而且它整個是平面的 因為它是雙色 一定會有一些接的地方 OK 但它經過了 我記得它有什麼 十八道工法程序的處理 然後整個為了這個雙色 再多花了大概二十幾個小時 懂了 去處理這個東西 所以讓它整個非常平整 對 這不是房間 房間 這那麼貴 那我跟房間去處理一下 貼模什麼 真的不一樣 那就是一般人的思維 沒錯 所以我們買不起賣八顆 有機會啦 對 要是我真的會去貼模 沒有 我覺得 那時候我們車一到線 一開始就摸著 原來這個是全平面 OK 這個一百多萬 是划算值得的 然後剛剛講到內裝 也是它很大的重點 它特別選了白色內裝 我剛才提到 如果你今天是Night Shires 套件的話 你內裝全黑到底 可是它今天變成選一個 所謂的雙色銀色 科技 比較像純白的一個內裝 真的 這豪華感 好 為這個顏色 你必須另外再花八十五萬 選配都是錢 對 你沒有獲得其他的配備 你單純我 我就是不想要全黑內裝 我想要所謂的淺色內裝的話 你要再花八十五萬 就選擇 沒錯 所以當然我不是一直來強調說 這選配好貴 光個車色要一百多萬 然後光個內裝 顏色不一樣要八十五萬 還是在於說 其實也許 也許賓士也好 麥巴赫也好 它的這個等級沒有到 老是還是那麼的 high class 這是實話 但是在滿足所謂 因為麥巴赫 它是列為所謂的 賓士一個高級的紙品牌 在這個紙品牌定位之下 我能夠盡可能滿足 給你奢華 還有用料上面的極致 沒錯 包含你想要 任何搭配都可以 錢不是問題 可不可以幫你 這也就像老是還是 他們的那個客製化的程度 是比較高的 對 沒錯 沒錯 所以我覺得也是 後來麥巴赫 一個比較關鍵重點 尤其麥巴赫 在剛剛 大家比較印象的話 可能是之前的 所謂的 五七六二 那個時候 2002年那個時候的麥巴赫 那時候其實比較強調的是 他把 也是講求奢華豪華 但後面當然經過停產了 那我覺得 他們的重點在於 因為他強調奢華豪華 這後座體驗 是很大的重點 包含後來現在的 S-Class的麥巴赫 他們有強調把車軸 車距把它拉長 當然在EQS680並沒有 那重點在這邊 因為他想要強調 後座買家更多的享受 跟乘坐的舒適性 包含內裝各種的 客製化的配備 所以他把車真的 軸距拉長了 他跟一般的S-Class 跟一般的B是真的不一樣 所以這是 非常非常大的一個關鍵 你說就是軸距拉長 沒錯 而且現在他又是電動車 對 沒錯 所以我覺得 包含之前 還有PRO MAN 他可以車長 軸距拉到超過四米 所以回到 電動車時代的時候 他一樣把這些 所謂的豪華奢華的配備 把它融合到 後座體驗裡面 那我覺得這是 非常非常大的重點 那只是說 現在這台車 當然看起來比較 不要虛華 因為這是車色搭配 跟這個內裝選擇一個配置 那回到動力的部分的話 剛剛一直沒跟他提到介紹 其實他的這個 離驚雙馬達速能傳動 那馬力有超過這個 650匹 那續航力有超過600 所以我覺得整個配備的話 性能的話 是對得起他的一個身價的 嗯 我們常常說 就是之前在節目中 跟大家聊到 什麼東西最適合做電動車 那就是豪車的市場 對不對 尤其是移動的過程 要帶給老闆最舒適 甚至於如履平地的 這種感受的話呢 到底呢 麥巴赫的這一台車 能不能夠辦到呢 那我們就請艾達 後座請上車 帶我們來感受一下 哇塞 當司機把車開到 敏敏面前 打開車門 讓你登上專屬的後座 這份尊榮感 真的只有 馬西列斯 麥巴赫 EQS 可以做得到 小陳出發 小陳出發 是 其實我覺得我不一定有機會 買一部 麥巴赫EQS680 甚至請個司機 當然因為工作的關係 讓我們有機會 能夠體驗這一部 麥巴赫EQS680 首先先讓我把我的手機 放到中央扶手內的 充電板上面 補充一點電源 小陳我們往攝影棚走 我還是要工作啊 當然我們知道 麥巴赫EQS680 是一部電動車 所以它在移動的過程中 是相當的寧靜 這也可以凸顯 整個麥巴赫EQS680 整體在車室內的 一個隔音的表現 確實相當的寧靜 我們從停車場出來 經過了非常多的回旋 以及damper 都沒有感受到 太多的一個噪音 不過在這樣的天氣裡面 雖然麥巴赫EQS680 已經有非常舒適的 一個空調系統 但是我還是要打開 座椅通風的裝飾 因為這是我最喜歡的 一項配備之一 不過提到座椅通風 我們可以發覺 麥巴赫EQS680上面 除了座椅通風之外 它也有座椅加熱 而且很特別的是 它的座椅加熱 其實可以透過 我們前方的平板 或是這個中央扶手的 一個平板 可以控制我們座椅加熱的區塊 例如說我想要集中在 肩頸部的一個部位加熱 它都是可以依照 老闆自己的喜好 來去做選擇 那麼當然EQS的車型 後座也有腿托 其實我坐在後座 我特別有感受到一些有趣的地方 因為EQS680的後排座椅 其實是比較高的一個狀態 有一點點居高臨下的感覺 就如同你是君王一般 在俯視你的國土 那麼其實在這麼熱的天氣之下 除了有通風座椅之外 如果可以來一個冰涼的飲料 那就是再開心不過的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透過前方的一個 電動開啟的杯架 你會發覺它裡面有一個置冷 同時又可以保暖的杯架 而且是一大一小的設計 而前方這兩個位置看起來有點特別 因為它其實是香檳杯的擺放架 來來來 告訴你 其實EQS 其實Mybar EQS的香檳杯 就藏在這個地方 那麼香檳杯放在這裡 它就會自動的扣住 確保我們在行進間享用香檳的同時 是不會把香檳杯給打翻了 那你一定會問香檳在哪裡 其實它也有一個行動的冰箱 哇塞 這個保冷度非常的不錯耶 看到沒有 這一瓶香檳 其實現在真的是很冰啊 等一下我們把它打開來呢 倒一杯香檳 同時也可以把香檳 放在前面的這個置冷座 來保持香檳的一個溫度 這一點我覺得 真的是非常極致的一個饗宴 那當然在Mybar EQS 680上面 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皮革內裝的一個配置 我個人是非常喜歡 這個皮革加上木料的組合 因為這個相當的有味道啊 當然啊 Mybar EQS 680這兩張座椅也不是隨隨便便 只有通風加熱跟按摩 因為你看呢 它可以一鍵的進入這個航空座椅的模式啊 前座裡自動的這個向前的伸展 那當然我們現在攝影師坐在前面喔 所以我的座椅你看 腳脫自動的伸出了 其實我們現在開始往下的這個躺下來啦 不過我腳實在是太長了喔 嘿嘿嘿 但是雖然我的腳比較長的狀態之下 還是很舒服啊 不過我真的是不願意踩在這個皮 白色的皮內裝上面啊 這個只能擁有的這輛車的大老闆 才可以任性的這樣處理 另外我覺得值得一提的就是 雖然Mybar EQS 580的車廠已經來到了5米2喔 但是我在司機平順的駕駛之下感受到 它其實相當的靈活喔 因為它擁有一個可以有10度角的後輪轉向系統喔 當然在乘坐舒適度上面啊 Mybar EQS 680的氣壓懸吊 絕對是功成之一啊 而且呢在Mybar EQS 680上面 還有一個獨特的Mybar模式啊 那當然只要你把這個車子的狀態 切在Conform的模式之下 它就會自動的選擇Mybar模式 那麼什麼叫Mybar模式呢 就是氣壓懸吊會控制在後軸啊 讓後座的乘客啊 能夠更加的舒適 甚至在轉向的時候呢 Mybar模式可以能夠抑制更多的一個側傾 OK 我現在要關起我右邊的一個遮陽簾 除了可以遮擋陽光之外呢 也可以擁有些許的一個隱私 因為我準備要打開相冰了 我們今天帶大家看到了 除了麥巴赫的SUV電動車之外 還有勞斯萊斯的電動車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美系的代表 好 我們今天看了很多電動車的天花板 對不對 有這種雙門四座 Coupe車型 也有這種五座的SUV版本 那我們來看看美系 其實我們說到很多品牌的頂款的車型 就是最高旗艦的車款 其實都會是雙門四座敞篷 像是勞斯萊斯 他也是 像是以前的賓士也是 只是現在賓士比較專心在做休旅車 更專心在做電動車 那身為凱里拉克 這個美國相當高等級的 豪華品牌的話 他們最近也做了一台 算是概念車 一樣它也是雙門四座加敞篷 那它的基礎車型 它是用一個現在 他們其實已經有在賣的一個四門的 電動車款叫Sailstick 它用這個基礎打造一台像是 像我們可以給大家看畫面上這種 雙門四座 那其實車內有非常多的 前衛跟復古的元素 比如說剛才看它的車頭 它是用整片的金屬切削做成 然後再加上有沒有覺得 這個奶油色很特別 其實它這個就是致敬 1950年代那時候凱里拉克 大家如果看過一些電影 那個時候的凱里拉克 都是這種奶油色 作為這個車色的選擇 還有它那個整個擋風玻璃的框 它就是用那種 法斯紋的鋁質金屬去打造 大家如果有印象 以前勞斯萊斯 大家那個Benton的Drophead 也是用類似這樣的邏輯 去打造一個很特別的 A柱的這個窗框 那時候我們再進到車內 那你說到了復古 說到了豪華 木質飾板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組成 所以你看到現在畫面裡面 包含整個中船 很大面積的木溫飾板 甚至門板連那個椅背 而且它那個椅背的背面 做那個切削拼接 其實非常的漂亮 所以如果未來量產 我相信它會是個很特別的存在 此外 雙門剛才你們在 我們在體驗這台SPECT的時候 覺得它那個雙門的長度很驚人 對不對 這一台 這台 老實在是我要一直忘了 它的概念的這個車名叫做 SOLI S-O-L-E-I 它就是把 SUN 陽光跟這個LEGER 把那種休閒的感覺 我要陽光 雙門要很休閒的融合在一起 那我剛才說到了 它的門 雙門的車長 一個門就一百四十四公分 你就知道那個車門有多驚人 好 大家記得一百四十四公分 來 它車內那個一片的那種曲面螢幕 我們現在講一般的曲面螢幕 是怎樣 兩塊組成對不對 它不是 它就是一塊五十五吋 所以它這個螢幕長達一百四十公分 所以也是蠻驚人 好 螢幕是比較前溫 那如果復古經典 它的後座的中間有一個冰箱 冰箱不打緊 它的冰箱中間是一個玻璃門 此外 你買這台車的時候還有什麼 它會給你一個皮革 外面一個包覆的那種筆記本 沒有很復古 現在哪有 很少人在用手寫 對 哪有人在用筆記本 還送你鋼筆 還送你鉛筆 那鋼筆跟鉛筆用什麼 用一個皮革的工具帶給你包起來 所以就發現 很有儀式感 對 然後這台車其實會有一些傳統的東西 甚至它連那個車內的NAPA皮革 它都是用那種有點小粉紅設計 然後你在不同的光線下會呈現不同的光澤 那它又是一個電動車的車款 所以你會發現很特別的是 它有很前衛的電動車的元素 很棒的一些大螢幕的設計 但是在車內有一些木紋絲板 很棒的皮革包覆 甚至還有那種奶油色跟經典致敬 所以新跟舊都融合在這台車上 那像我剛才說 這台車可能目前還是個概念車 到底會不會量產 聽說機率是接近百分之百 車價我們今天就說到很頂的電動車 我剛才說它這台車的基礎車型 是一台叫SESTIG的電動車 它這台車在美國就要賣三十萬美金 那順便一提的是 我們提到這台勞斯大士的SPEC 在美國市場大概是賣四十多萬美金 所以這台我提到的凱迪拉克的這個 概念的敞篷電動車 有可能會接近SPEC的這個 就知道我們現在凱迪拉克它的企圖心是 我要重新恢復到以前 1950年代我們打仗那種 四座敞篷那個年代 我個人真的很期待它可以量產 真的耶 現在這種頂級的 這種豪華車的車款 這些品牌 都是真的極力的想要打造一些 比較不一樣的電動車 來吸引金字塔頂端的消費者 但有一種說法說 其實窮人家才開電動車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廣告回來之後繼續聊 關於剛才關於你說那個 以後會不會是有錢人都開油車 比較沒有錢的人 或是一般中產階級才開電動車 其實這會有一個故事脈絡 就是說最近的美國有一個 市調公司叫麥肯錫 他就做針對全世界很多的國家 三萬多人做一個市場調查 就是說你現在開電動車的人 未來會不會想要回油車 結果結果是什麼 大概約莫有29% 就是大概三分之一的人 願意要充電回油 原因是什麼 當然是說第一個 因為之前是因為大力的促銷 他們想要回油 是因為他們可能在 沒有考慮桌情狀態下 可能充電的環境沒這麼好 那可能二手車價不好 所以他們願意回油車 所以就告訴我們一個關鍵是 因為之前的大力補貼 但大家不要忘記 其實我們距離未來的目標 什麼目標 比如說歐洲2035年 就要禁售燃油車 那台灣可能希望2050年 就是禁零排放 我們都不要再有燃油車 所以在以目前 我們台灣的電動車 佔整個新車市場 大概才佔10%而已吧 所以在我們現在 剩不到幾年的光景內 我們要完全達到 未來這個目標 我相信怎樣 它的補貼力道 包含台灣在內 甚至包含全世界 不管是美國 不管是歐洲 在現在的這個政策 如果不轉彎的話 我們的補貼力道都要更大 那代表說以後未來 我們買一台電動車 可能會比現在更便宜 對 那如果以 我們大家都知道 現在電動車它是一個 相對馬力比較不值錢的狀態 那如果說未來我的補貼更多 那像我們實驗廠聊的 像比如說特斯拉的 剛才跟小仲台聊到說 一台 馬路易斯 對 PLED 它是1000匹馬力 可能三百多 三百多萬而已 那或許未來有沒有可能更便宜 所以這造就說 怎樣一個現象就是 未來可能中產階級 覺得說這樣子的馬力 CP值是更高 所以可能變成中產階級 都會買電動車為主 但是在高端的市場來說 其實這些消費者 並不在意補貼 比如像我們剛才說的 SPEC 它的稅金減免 對這些消費者來說 會是個賣點嗎 絕對不是 真的 絕對不會是個賣點 所以慢慢的 如果照這個趨勢發展 這樣你會發現 就像我們現在手錶市場 高端的都是機械錶 那以後未來會不會是 高端的都是油車 反而是中間這些市場 都會是電動車 或者我們用錶來 CP值